你都可以把它附属在上面 所以Dorick 你一定要有這個發言就是說 你要把你的創意 把你的產品行銷到全世界 你不在信用信找什麼 代交公司找什麼 廣告公司找什麼 或者在這個 顧問公司 你自己就可以 幫我雲端 把你的創意 一下子就行銷到全世界 這是誰的貢獻 雲端到你 那你的ID的量子更重要 對不對 所以 有可能 大家的創意發揮出來 也許 過一陣子 我們就我們會同學 就這樣 Facebook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利益得起來 就是 斷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 御佳的這個創意 不再需要很大的機會 來Sport你的創意 你只要有一個地方 就會幫你 實現你的創意 所以 可以 大家可以盡量去幫他 好 好 那這個 我就 進 好 那 這一個的資料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好 那麼 我們 我們 我們就回到這邊 回到上次我們離開的地方 好 所以 節省的資源 老師剛剛就透過一個我們實際對於 我們中文大學的一個規劃 還有一些 業界實際他們去統計他們原段化之後 所節省下的一些資源 那 的確 真的是蠻精靈的 蠻精靈的 好 大家可以看出現在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就是把這些設備呢 本來是單獨使用的 單獨使用 單獨 單獨設備 像CPU SCORES 它的使用力不是很高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圓端化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虛擬化的概念 一直是 雲端一直在打開的概念 也就是說 呃 什麼都可以虛擬 虛擬設備 虛擬主機 虛擬桌片 虛擬計畫 對不對 虛擬的laugger 虛擬的網路設備 都可以虛擬 那麼 就 呃 就這個 做這個字來講 我想它的限制也是 呃 僅此以後 可以像嘉賓的 你覺得哪些可以虛擬的 都可以實質到 所以問一下你們看 我們每一個user 他就是最後接觸到資訊嘛 所以你只要給他一個螢幕就夠了 還有他要輸入嘛 你只要等他可以輸入的 輸入的這樣來一個機制 包括說譬如說 螢幕的鍵盤或是螢幕上的螢幕 螢幕的鍵盤也可以 那這樣做呢 後來就通過網路 把使用者的命令 帶到後端的 呃...雲系統 把雲系統 處理的結果 秀到 呃... 呃... 螢幕的這個螢幕上讓你看 所以理論上 除了 如果整次實體啊 我一定要讓我可以打個鍵盤 跟... 跟一個螢幕讓我看 那其他 我都虛擬化 可以吧 好 所以就... 就依靠了 我後面有強大的 網路性 跟... 源端性 好... 所以這樣的概念呢 非常重要 那想到虛擬化呢 我是就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我...我... 上禮拜去開會 那... 上禮拜 我去一個... 我去... 呃... 一個... 這個... 我們政府的一個 單位開會 他這個... 這個單位是比較 法律方面的 法律方面 那就是他會到這個... 刑法上面 我們... 我們這個... 刑法規範到 電腦化的最要處法 比如說他... 他... 我忘記是哪一條刑法的 那基本上他是提到說 如果... 如果有... 有... 有... 有這個... 使用者去製作 放賣或上路 惡意層次的話 那就要罰多少錢 還要出裡面以下的... 圖形 大概是這樣 那... 整個條路裡面 有出現到電腦 就是... 如果你就惡意... 你去這個... 呃... 去設計惡意層次 去... 呃... 去影響電腦使用 去... 去... 反賣電腦使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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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要做到什麼 好... 重點在這... 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 大家應該都很注意 然后你不知道谁会冰空前 然后那这样子出版 所以在这个电脑这个字 这个电脑到底是什么 在行法里面 你知道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 这都可能就是法院里面工法 你知道吗 那这个电脑 在字典的定义是说 它可以输入 它可以处理 它可以让你程式解程式的一个设备 每个实力设备 每个实力设备 好 那这时候物体来看 如果我是虚拟电脑的话 我去攻击别人的虚拟电脑 我总不是要犯罪 因为你的心法 你的电脑是指一个实力设备 我攻击不是一个实力设备 总不是犯罪 所以实力 这个条文也会因为 会被我们明断的话 过来做这修团 那这种案例有同意到 一些检查署的一些 一些检查报告也有同意 大家如果看 如果我先简单看吧 那举个例子好了 曾经 这个例子呢 就是因为这个电脑定义 有争议 所以在法院的使用上 会附件的状况 那应该是在香港 这案例在香港 在香港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改名 有一个改名 让他的手机 去偷拍 偷拍那个女孩子 结果呢 结果就开始诉讼了 对不对 那第一成法官呢 判那一个改名不罪 为什么 因为呢 那个法官认为 手机不算电脑 香港马力尔派的里面 对电脑呢 这个 这个就似乎是 好像就 刚刚也是就是 反正我们电脑派还有一部 的键盘流 我留在主机的 那手机不算电脑 那就 那问题又大了 对不对 所以那改名在 Eason居然是无罪 因为法官认为 手机不算电脑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这个手机 也是一台电脑 只是他 这个 这个比较精灵 后来香港 香港好像 他的检查署叫做 律政司 律政司的样子 香港律政司就 再上诉 那后来那个 第二成 然后再上诉 还是认定手机是电脑 不过 这时候就折承了很久 也就是说 到底在法律里面 对电脑的定义 是什么 那便理到的错误 就是说 未来有手机 这种 细带式的设备 现在就是了 还有未来的 穿戴型的设备 Glasses 跟Watch 甚至未来的衣服 那还有 云端里面的 虚拟化的机器 你要去规范它 所以说 法律 也可能会因为 云端化 必须要做一些修正 因为很多 虚拟的东西进来 那你只能去保障 大家的虚拟财产 我在虚拟工件里面的东西 也是 也是我的财产 不如说 没有实体的一个储存 没有 我没有实体的电脑去储存 就不是我的财产 虚拟工件也是我的财产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代理 那这边 好 我们一起去虚拟化 我们去虚拟化 私安虚拟化 好像私安虚拟化就是始终 我们不用险来盧防火土百炼 不用险来盧防火土百炼 不用险来盧防火土百炼 由远端云的Server 直接帮你扫 扫描你的系统自然安全 所以知道说 防火土百炼其实 反好 反好多支援 每次都要 也在扫 每次都一个新的 每次这种系统 这个 都在扫描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慢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 這個可能的做法 是無意虛擬化跟正面訊號 那這邊基本上 談到 我們既然談到說 虛擬化的市場目前大概是很一樣 那我們只能說 大概還是蠻有成長空間的 所以在原關這邊的國資其實 它的產值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在系統業、製造業、一般的製造業 服務業、醫療業、政府學校 基本上 那平均的投資 還不算多 還不算多 就幾百萬幾百萬這樣 但是市場慢慢的會 會往上增加 就是 但是這個安全的 不一定要解決掉 我們講的這個安全 是他們感染的 那如果一些還 不是那麼敏感的 不是那麼 需要 好不讓你嚴格的資料 一定可以先上去 那學校裡面應該也有一些 可以公開的東西 我們可以讓 讓這個原關來處理 那比較私密的攻擊 也許可以 在私有原關在處理 好 那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 國資的一個 代表說 學校是說 學校是說比較快 對不對 也就是要代表 原生一定要代表 代表去 那業界會比較 慢慢的會比較 它比較 比較慢一點 像這個 基本上因為一般製造類 是比較 它就更過目的 更過目的 因為它以製造為止 資訊化其實 並不是它最重要的一塊 所以它會跟上 那金融業 金融業一定會要跨 金融業它這個 展開的需要 不會做跨幅操作 所以 所以 雲道化跟它有好處 具體化跟它有好處 所以也會一直公布交通 OK 好 再來我們來談到 我們來談到 雲端預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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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枕 基本的特徵 服務模式跟物件 這個模式 這個也不太清楚 我們再比一下 嗯 整個雲端預算的概念 就是要透過一個 暢後 你可以快速部署 快速部署 快速部署 就是快速部署 快速部署 你這個 有需要的環境 我們當時有些 那甲骨它只要一桌的部署 本來 只要一個小時 本來要幾桌的時間 再來 你的 你對雲端的使用呢 必須要再對兩側 還有一些績 它的效能再對兩側 會知道雲端 在 在這裡裡面 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怎樣去定價 這才很重要 到底用多少時間 多少錢 這個必須要能夠可以兩側 以往開用便當 也沒有在兩側什麼 反正就是覺得夠快就好 現在是入圖競技價了 用多少 那你服務更不夠可 你的quality更不夠好 這都是我付款的依據 我們消費所付款的依據 因此 因此 你必要可以 被兩側 不管是各個面下都可以被兩側 那我才有辦法 有一個依據來做 定額的price 那我的付款 我的這個付位 我才會付的 付的新甘情願 好 可以自己的配置 還有支援共享 支援共享 支援共享 那運動預算的整個 相關概念也進了 事實上是從這邊 從recomputing到 recomputing到 ss sas 到cloud裡面 所以 它並不是 我們說 並不是全新的代理 但是呢 它卻因為 對網路的進步 硬體基礎的進步 而得以實現得更為完美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集中式的處理 大家都一起 集中在於的地方 但是在影機網路不夠快 硬體的效益不夠快 所以集中在一起處理的時候 速度擠不來 還有 結果沒有辦法 處理結果沒有辦法 隨時的 隨時的 傳遞給這些使用者 所以那時候的應用就是說 你雖然你集中式處理 但是就會到機網去用 你叫機網去用 坐在機網你坐在前面 是這樣子 那現在因為網路成熟 網路破壞 處理系統破壞 所以大家 就不要在機網 也可以想過到 所以你集中處理 事源共產的機會 最早期的話 最早期的話 這個概念 給他們鼓勵實現 那麼當然 那到這邊也是好幾個步驟 從一開始 我們本來叫做 合法運算 規卡優點 你緊緊預算 解決大型問題 那 透過 主要是學術員 就是合法科技比較多 合法運算就是 類似概念就是 它把網路上 很多很多的 重要的這些主機的 結合 主機的這個站 連起來 來共產寫行問題 寫比較大的問題 寫一些比較龐大的問題 像你說在做 技巧的預測 技巧的預測 或是一些 這個 環境的監控 要真正的主持有 不是有 會不會難 那個 對影效的分析 聲音進來的一個分析 風速 對不對 雨量 那這個都要去算 那通常一來就沒有辦法 沒辦法算那麼快 因為 環境的參數 是指望變 所以預測過怎麼不準 就是因為 變化太大了 變化太大了 我們沒有辦法 消耗掉這麼 高頻率的變化 所以在處理的時候 就 我算出來的結果 我已經算了這個 預測這個結果 但是 剛剛的參數會變 我來預算 所以通常又有這種情況 那這時候 我可以把它 顧到這個 把這個工作 把它分散到這個 往上面去運算 那不過那時候 這個部分 比較是偏重在學術化 這個研究和圖化方面 還沒有真的 補及到 到這個 這個 所以 廣告預算通常 它這個每個節點 都是一個 比較 要 要 蠻 這個 這個 高檔的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 真的比較高 好 那再接下來 還有一個叫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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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量計價的 IT預算資源 剛才是 可以用這個 好像 從 開機來水一樣 我要 服務 那 就是 馬上會傳給我 那我用多少算 我做了單年輕的 但是還能這麼整齊 剛剛指的一些 這個 不然是有限 還是有限 我們就整容 你上午時間多少 它可以收到 對 是這樣的 慢慢的再往 我就提到 團體級服務 以網路為基礎 可以用 從此定位服務 開始 這個 那這個這邊 假如是有一點關係 比較高 它有一點嗎 它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 網路把 軟體都直接賣到 用不斷去 不用再去 以前買 買軟體是要去買 一個包裝的盒子 有沒有 有沒有 買軟體是要這樣買 現在我們去 它希望是 動好 好像水龍口 自然想要 我要我就打他 你看 你看 他也就過來 那他多少錢 再付費 那慢慢的 就聽到 眼關子 眼關又爽 好 所以它不是 吸耳 但是 它的確包裝